高丽菜又超重了 秋季天气转粮 适合平地蔬菜的生长 不过根据农粮署统计的资料发现了 11月中育苗厂高丽菜的供苗量 达到了768万株 亮起了紫色的灯号 这显示是已经超重 重太多了 而这批高丽菜的收成期 大约是在1月下旬过年前 就怕高丽菜同时大量出货 影响价格崩跌 现在也呼吁菜农暂时别种了 民众手持镰刀检查高丽菜外形 接着把菜采下 趁着假日赶紧带着小孩 来采一颗只要10元的高丽菜 一颗高丽菜只要同板架 吸引民众出动麻布袋 一采就是好几颗 这片四分地的农田 约有一万两千颗的高丽菜 不过因为原物料上涨 加上人工农药肥料等等成本 耗资要十几万 高丽菜价格又差 农民干脆开放两天 让民众自己采摘 农民结束二期倒作开始 种植蔬菜 根据农粮署的资料显示 11月中高丽菜种植数量 达786万株 呈现紫色灯号 显示已经超重 若是天气持续稳定 到明年1月下旬的采收期 高丽菜产量将回爆量 恐怕导致价格崩盘 政府看来可以说 把我们农民说分配 比较贵的 让你准备菜的人可以定义多少 在109年已经有增加到1200公顷 今年我们统计了起来 大概有1272公顷 有再增加的趋势 农民不要去做抢中 过年前可能高丽菜 就会大量的出来 可能会挤要到菜价 就怕高丽菜超重生产爆量 压缩利润空间 相关单位也呼吁农民 暂时别再种了 记者郭真一云林采访报导